好,來到例題9.5 我們開始講反變 以致Y除X反變 又給你個個案 反變是什麼意思呢? 先講正變 如果Y除X正變 正變的 即是表示Y等於某些東西 正變,即是寫X 最後要報K 但如果今次是反變的話 都是Y做主行 但我們說,今次的X是反轉的 反轉的意思就是上下反轉的意思 即是表示它現在不在 而是去選擇了一份母 所以就變成1 over X 然後我們會補回K 所以另一種寫法 亦可以是這樣寫的 兩種寫法都可以 都是同一個意思 你只是把K乘上去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開始計算這題題目 以致Y除X反變 然後給你個個案 X等於2,Y等於6 A part,求聯是X和Y的方程 B part,求Y是72,是X的值 所以先計算A part 一樣,我們知道這句話之後 我們要寫切 切,Y等於 這次X是反變 所以X會出現在這份母 然後最後我們補回K K等於0 或者好像書一樣寫 K是一個非0的上數 然後寫到這個顏色之後 我們要看後半部分 題目給了一個Case 我們需要用這個Case 去幫我們調整個K出來 所以我們要代 X等於2 Y等於6 所以我們得到 6等於 K乘二分之一 中間這個關係是乘 所以K乘二分之一 然後要解方程 你可以把這個二分之一 由乘 調過去變成除 又可以 又或者你知道 凡乘份母的東西 送給對面 會變成它的相反 即是份子 即是由於乘母 調過去變成乘二 這樣解 所以K你會計算是12 算完這裏之後 還未完成的 不要停手 因為題目問你的是 亂在X和Y的方程 所以你最終要寫 所以 Y等於12.1 X 這樣寫的話 記得要化簡 Y等於12 X 然後我們要計算B部分 B部分 它就說 現在我給你一個Y 叫你找一個X 這樣 其實就是代數 代 Y等於72 12 在我們計算的這條色面 所以我們就有72等於12 X 首先我們要處理分母 這是除X 所以除X 調過去變成乘X 然後 這是乘的關係 所以乘72 調過去變成除72 然後用心算或者你的計算機 幫你化簡 X等於優化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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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